肥儿丸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中程药 这个中程药它主要用于小儿消化不脸 小儿回虫病 小儿腹泻等 肥儿丸可以益气健脾 消肝化脊 它的主要成分有 肉豆蔻 木香 绳曲 麦芽 黄莲 槟榔 史君子 猪挡汁等 肥儿丸主要用于小儿肛脊 什么叫小儿肛脊呢 就是小孩面黄肌瘦 大便躺膝 这个主要是脾虚 另外呢 有发热口臭 这个主要是有鸡齿 鸡齿化热 然后引起胃热上冲 还有的小孩有 豆腐 胀蟒 这个主要是有冲击和鸡齿 造成气急 阻滞 还有的有虫肌腹痛 就是小肚子疼痛 这个是有虫 肚里有虫 虫绕 气乱 所以呢 这个针对的防药 防茧呢 我们详细看一下 整张方子呢 可以用 降脾消时 清热 驱虫 首先军药呢 是 省曲和麦芽 这两个药呢 是可以 消时化疾 成药 黄粮 清热造食 降皮止线 肉豆扣和木香 形气 止痛 还有 行 省曲和麦芽 主要是 辅助 这个降皮消时的 另外呢 是着死药 呃 冰狼 死菌子 这两个药呢 是杀虫药 它主要是下起驱虫 化疾消肝 阻挡 这个也是个 行性药物 它与黄粮配物 增强清热的 这种作用 这就是菲尔瓦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 介绍 呃 菲尔瓦呢 这个 清热降皮与杀虫消极 同时进行 是用于小儿刚及的 常用的房子 相代用于小孩 消化不良 小孩回虫病 小孩腹泻 等 菲尔瓦 它公平自己 就让孩子胖起来 好 菲尔瓦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 下期再见